澳大卫视中文台 本来我还觉得有点担心 可是在看到了他的第一站在西雅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后面的都不是这么重要了 西雅图已经让中国让习近平展现了中国在当下国际政治当中的价值 那当所有的美国的各州的州长 在美国叫得出名号的大企业的老板 争先恐后落意于途于西雅图的路上 饭店订不到房价暴涨 本来是旅游的淡季啊房价暴涨 因为CEO通通来了 航班都差点订不到 因为大家都要来 这真的是很少见的情况 所以呢我在西雅图的这个朋友呢 他们就透过透过这个这个这网络跟我讲说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十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呢到到处呢 这个车水马龙许多的饭店的周围热闹得不得了 好那我们今天就把呢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当中的几个 看起来很有故事性的东西呢 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能够谈故事 奥亚卫视走进台湾 最厉害 我们现场的两位的来宾 台湾呢都是都是呢非常权威的国际政治的学者 尤其呢讲故事讲历史 那我们的来宾那这方面来讲各中翘楚 来在我右手边的第一位 来一见一下欢迎 王峰峰哥欢迎 习近平访美当时他第一次的国际会议的访问 大概推估也可能是欧巴马卸任之前的最后一次 好那习近平访美之前做了个动作 他接受呢华尔街日报 Wordstreet Journal 因为他有亚洲版 不过呢这个是呢正式的全球性的版本 那接受访问 他向欧巴马喊话 希望呢定下中美关系的主轴 好那这是Wordstreet Journal 因为我也是他的网络的订户了 我们都会都会收到这些的内容 习近平谈些什么呢 习近平说 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的建设 并不是为了穷兵独物 中国在亚洲没有任何海外军事设施 这个讲给美国人听呢 你不要一天到晚扣我帽子贴我标签 全世界驻军的是你美国 亚太应该成为中美的合作社 亚太太平洋 不应该成为呢互相角力的战斗场 中国梦美国梦不尽相同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各国人民对梦想的追求都是激励 这个轴心就是建立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 其实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 我比他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比他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图形来做一个表示 这个用这样的一个图形来做表示的目的 是在哪里呢 是因为中美的关系 未来会出现应该是两个圆圈的交 有一个 有一个交集的地方 因为用这两个圆圈来表示 是因为在过去 在冷战时期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到1990年这45年间 没有交集 没有交集 世界是两大 我们叫做整大集团 全球的格局 两个圈圈 对就是两极体系 两个圈圈 两个圈圈各有各自的影响力的势力范围 但是彼此之间是对抗的 所以是苏联集团跟美国集团 彼此之间的在对抗 这样的一个冷战支配了世界45年 让世界不安全 不快乐不稳定而且处在一种 何止的威责恐怖的平衡中 可是1990年以后一直到2015年 这25年间整个世界出现的是 一超多强一个格局 美国独大 美国独大的时候 美国就走向了单边主义 任性了 为所欲为 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 从1990年到现在 它的战争的发生频率 高于1990年之前45年的统和 也就是说在冷战时期的战争的发生次数 远远低于冷战结束之后的发生次数 美国自己一超多强 独霸世界的时候 它插手全世界每个地方 非洲的 中东的 欧洲的 亚洲的 所有的地方 它全部都插手 结果爆发的战争的次数 远远高于能战时期 战争的死亡人数 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远远大于20世界大战 这就很奇怪了 这么多的人死亡 大家都在问 那 1990年到2015年 这25年间 你美国到底干了什么事 怎么会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 你不是要维持社会秩序 要维持国际秩序 要维持国际的公平正义吗 可是你却说 我要维持国际的公平正义的时候 你就说我所作所为 要符合我的美国国家利益 你一方面要当国家宪兵 国际宪兵 二方面又说 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你不是就假借国际宪兵的手 然后来图自己的私利吗 这样的情形就造成了 世界不太平 战争频繁 死伤人数无数 然后造成了伤害这么的大 好 可是今天的中国 已经在起来了 已经成为六跟美国 平起平坐的这个格局 习近平要告诉美国的地方 是在于 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另一级了 可是中国不愿意采用 俄国当时跟美国一样的 这种冷战时期的对抗 中国要采用的一种是 我们是有交集的 我们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所以我们斗就两商 合就两利 所以我们中美的关系中 我的经济中有你的经济 你的经济中有我的经济 我们不只是经济交流 我们是政治交流 我们是文化交流 习近平这次出访 我觉得在出访之前的 调子抓得很好 中国没有摆出一副准备 要跟你美国对着干的味道 相反的中国没有关系 那我当客人 我来了之后呢 你即使没有给我好脸色 看摆出来鸿门宴的姿态 但是呢 我尽可能去解释 我尽可能摆低 低姿态 我也没有呢耀武扬威 可是呢 光在西雅图呢 所摆出来的那个场面 其实已经让习近平的 这次出访呢 定了掉了 也就这次的国际能见度之高 尤其呢 在经贸的国际经贸的场合当中 这次西雅图所带动的 那种中美之间的 经贸的互动的风潮 对其他国家来讲 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好那 习近平说定中美关系的主轴 讲白点就是说 你美国要想清楚 同时也要 也要讲清楚 你到底把中国当什么 这是这次习近平 在跟欧巴马见面之前的主调 我要请教王峰 那习近平当然在 在西雅图 在Seattle这个地方的时候 呃超乎预期之外的 西雅图第一站呢 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国际的 媒体的声量 大家竟然发现了 西雅图呢 一房难求 机票呢 一票难求 因为就只是因为习近平的到访 结果呢 全世界不止中国跟着习近平来的CEO 连美国的这个叫得出名号的这些企业的CEO呢 以及呢在国会的演说之外 安倍存军事 存安全 存战略 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第一站的时候呢 一点政治都没有 好那习近平呢 在在这个呢 Seattle他说呢 中国仍是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 他不止说欢迎你们来投资 我会把很多的投资的这限制呢 继续的放宽 他同时在告诉你呢 中国到你们美国投资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防美呢拼经济 他说中国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上面 在大海上面 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 就你们不要去唱衰中国 不要说中国快要垮了 中国要崩溃了 因为这种中国崩溃论 西方已经唱了一二十年以上了 再来他说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国际化的推进 中国外汇储备呢 有增减是正常的 也不要过度担忧 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改变 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 也不会改变 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新业提供更好的服务方向 不会改变 我请到王峰 你怎么看习近平这次在西雅图 受到了工商企业界空前的欢迎 1784年 有一艘船叫做中国皇后号 这一艘船呢 是美国第一艘船到中国来 他是由战舰改装成商船的 他进入广州的时候啊 广州黄埔港的时候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想象的图 大家还可以依稀的看到有宝塔 好那这一艘中国皇后号进港的时候呢 鸣炮13响 为什么是鸣炮13响 因为当时啊 美利坚合众国刚独立只有13个州 那这个是中国皇后号 换句话说 乾隆皇的皇后已经死了 可是呢 美国呢 他搞不清楚 他以为中国的皇后还在 所以他取名这艘船叫中国皇后号 要跟中国来进行贸易 可是呢 美国呢 他是炮剑外交 炮剑经商 一手拿着大炮 一手呢 要跟你这个算算盘 要跟你这个做生意 好 那这个是在177 1784年发生的事情 大家来看一看 中国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 这个民国的国父啊 孙中山先生啊 他竟然呢 曾经在美国的移民局啊 被拍下这样的一张屈辱的照片 就是说怀疑他可能是偷渡客 拍下这么一张照片 这个存为存档照片 这个是代表着中国在过去的 230年间跟美国之间的外 外交关系上面一个印记 那这个印记呢 是不好的印记 那我们再来看看不好的印记 这是一张在雪中开铁路的画面 就是一群华工啊 在风雪交加严寒的这个冬天啊 帮美国人开铁路啊 这个是在平常的时候 这个华工帮英国 帮美国人开这个铁路 那当时呢 美国有两个大的一个高潮啊 一个就是铁路 开铁路 修铁路 输入了很多这个华工 另外一个风潮就是 滔金热啊 滔金热黄金啊 也吸收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工到新大陆去 好 那这个是修铁路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美国啊 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就是只有两种行业 中国人只会做两种行业 一种是这个画面上的 你看 卖 炒卖 卖 这个卖餐 开餐馆的 就中国人只会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开餐馆 另外一个就是洗衣房 这个是一个叫做生活洗衣房 生活洗衣房 那换句话说过去的两百三十年间至少有高达两百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跟美国之间是生活在一种屈辱的阴影之下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改变了这种屈辱的刻板印象 让美国人呢失去了准头 换句话说 未来的中国到底跟美国之间是平起平坐 还是竞争的关系 是一种高度竞争关系 是一种和平共存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 美国还是一头雾水 我们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来讲讲故事 习近平这次呢 是从西雅图进来 在西雅图 我刚提到了 万人空巷 大家说呢 西雅图业未免 大家这个城 城开不业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习近平到访 大家想起了 哇三十六年前 三十六年前 当时的邓小平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也是从西雅图开始的 这中间有什么巧合吗 进广告 回头之后 记得请大家两位来宾 台湾管理国际世界 带您继续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雅卫视 走进台湾 我是唐交龙 好的 习近平到访 但是呢 我们接下去 我们把我们的记忆呢 拉回到三十多年前 三十六年前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代 那个时候呢 邓小平在位置上面 三十六年前 邓小平呢 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他其实 也是中国正式走向开放之路的开始 好 那邓小平在从西雅图呢 开启了中美经济大门 三十六年之后呢 习近平也从西雅图呢 开辟呢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我们看看这两张照片 一九七九年二月 在当时的波音呢 副总裁 那这个的迪肯森 他说呢 邓小平先生知道 中国要想了几身 世界强国之灵 就要拥有真正世界水准的航空体系 三十六年之后 其实中国已经几乎有了 再来呢 2015年 也就是习近平这次的到访 访问了西雅图波音公司 习近平不用讲太多话 三百架 三百架的波音的科技的订贷 三百八十亿美元 我们前两天呢 有有讲过 你知道波音之前呢 波音的员工 在习近平到访之前 波音的员工最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很担心波音要裁员 所以呢过去一段时间 在美国的这些商业媒体呢 报道波音的时候 几乎都在讨论波音要裁员的问题 是不是呢不景气了 波音呢是不是竞争力衰衰弱了 因此要裁员 所以呢波音的员工醉醉不安 可是呢当习近平主席到访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了波音的时候再问他说你要不要裁员 不用裁了不用裁 你就知道一家有多大 我请教这个月先生帮我们比较一下 这两张照片有什么 异曲同工之妙 三百架的订单 那当然肖东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保障了波音的这些工人 未来十年至少十年 他们的饭碗是保住了 因为这个生产线啊 这种感觉多踏实啊 十年 十年耶 是啊 这比公务人员还公务人员 也就是说我这十年 我只要再抢到一些订单 那就是二十年了 如果退休进度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所以对于那些 而且呢公司是赚钱的 那所以我每年还有红利可以分 所以这比公务人员还要更加的公务人员 我们都知道空中巴士跟波音 是世界上两大最竞争激烈的 这个两大那个航空公司的两大巨国 两架飞机公司 对两架飞机公司 可是中国的C919快要问世了 是啊 现在目前在进入最后的组装 要是试飞的阶段 所以等于是如果你要抢中国的两千架的 目前估计 未来十年到二十年 中国有两千架的这么大的订单 那你不跟他合作 那中国可以跟那个空中巴士合作 那之前波音在技术方面吝啬到不行 可是中国自己突破了 那中国现在也跟俄国有一个宽体客机的大合作了 所以中国跟空中巴士有合作 跟俄国的宽体客机也在进行合作 那么目前加拿大也在谈 巴士也在谈 而中国自己已经有作品要出来了 这个时候波音眼看了他惨了 如果中国跟这些公司都合作成功的话 那波音的这些员工不是未来您刚刚讲的 他们的饭碗怎么办 如果中国市场吃不到的话 那你吃非中国以外的市场 而中国的产品已经能够销售到世界各国了 你怎么办 可是我给你吃家定心丸 可是吃家定心丸 不只是吃家定心丸 而是什么呢 而代表我们中国要跟美国波音的航空工业的合作 这个大门继续敞开 为什么说这个大门继续敞开 原来就是在1979年 邓小平最后一战民间的企业访问的时候 就选波音 最后一战我们就知道他非常的重要 而最后一战选波音的时候 就告诉全世界 也告诉中国航空工业是中国的未来 从此以后 中国跟这个波音开始有了合作 那有了合作我们都可以看到 今天中国的航空工业的基础 其实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 所打下来的基础 可是各位想想一下 1979年 中国那个时候的国民所得才多少 有多少人能够搭得起飞机 是的 但是飞机的研究发展 如果没有经过30年 40年研究发展 怎么可能会成熟 可是在那个时候 邓小平的远见 已经告诉我们现代说 原来他在绝大部分的中国人 都没有办法做得起飞机的情况下 他已经开始进行航空工业的研究发展 所以累积了30年以后才有今天的实力 能够跟空中巴士合作 在天津制造组装厂 各位如果没有这些实力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帮你组装飞机 何况现在你要开始组装的是波音的飞机 也就是未来波音的终端的飞机 是在中国大陆组装完成 这代表什么呢 一方面是见证的 一个开启未来的邓小平 一个是见证的 在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告诉美国人说 我们虽然已经能够制造C919 我们虽然跟空八跟俄国都有很大的合作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 念旧不忘记老朋友 也是习近平这次到美国的轴心之一 那告诉波音说 我们会继续开启这个大门 跟你合作 你波音放心尽量跟中国合作 你看这是一个大战略 所以我们就看到对波音来讲的话 他们内心里面真的是百感交集 就中国已经起来了 中国还没有忘记老朋友 而且还愿意跟波音有这样的合作 是300架订单啊 真是非常的惊人 非常惊人啊 我们看就是说当这个 他带着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主席参观 他们的波音787 Dreamliner 那这张照片因为时间点是1979年的2月了 其实在当时中美才刚建交而已 也就是建交的两个月之后 那习近平呢 不是当时邓小平呢 就已经到了美国访问了 也正式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所以呢这个呢 是一张历史性的照片 当时的美国的总统 你看到的 Carton 好再讲故事 来最后讲故事的 王峰 习近平呢首度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第一站呢就到西雅图 他特别提了这个中美之间的小故事 定调呢这是真信 增加相顾的信任 适宜 那彼此之间的这些呢 猜疑呢能够呢解除 那我们看到呢 9月20号习近平呢 会见了华盛顿州的政要 不是只有华盛顿州啦 各州来的这个州长的落语于途 都希望中国能够多一点的投资 可是呢习近平讲到了一些的故事 他谈到了1979年4月 我们刚讲1979年2月呢 邓小平呢到了到了美国访问 1979年4月中美海上航舰 终端30年后 第一艘悬挂五星旗的货轮 叫做刘海林号 那柳林海号 那停靠在西雅图港 2008年汶川大地震呢 华盛顿的爱心包裹 从西雅图呢 送到了汶川的灾区 这个故事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可能都已经都已经遗忘了 来王峰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柳林海号就是一个标志 标志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一个世界 进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 是一个具体而为的一个指标 改革开放的代表 就是说在文革之前 中国是处于一个长期封闭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个意义在这里 但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一个国家真的要崛起的话 经贸或者说是世界工厂 可能还是一个治标的工作 资本的工作 我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中国要变成一个宏伟的国家 要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要跟世界上的一些先行者 来做一些对照 或者来做一些参考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法国的拿破仑 法国的拿破仑 在征伐了埃及之后 回到法国去 他就开始大力的投资 科技文明的发展 让法国现代化 那美国 我认为我们现在 一个最重要的对手的国家 美国 我们虽然对他有很多不谅解的地方 对他有很多不以为然的地方 对他的某些帝国主义的行径 有很多的讨厌 可恨的地方 可是我们要用他的长处 来修补我们的短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富兰克林 他是一个美国充满的创造精神 跟尝试错误的精神的一个代表 就是说他用放风筝的方式来实验 他甚至于牺牲自己的性命 都在所不惜 他要了解大自然的雷电的状况 但换句话说 一个国家如果要真正的崛起的话 科技文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从第一次产业革命 发明了蒸汽机 一直到现在 世界经历了四次的产业革命 我们说美国如何如何 我告诉各位 美国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世界四次的产业革命 第一次是英国发动的产业革命 就是发明蒸汽机 让人类由过去的人力跟受力的时代 进入到一个机界文明的时代 这是英国人了不起的地方 第四次的产业革命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波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这个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你我大家共同面临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 电脑资讯产业 资讯产业 那如果我们中国真的要崛起 我告诉各位 光是光是帮别人做一座iPhone 做一座手机 这个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大力的学习拿破仑的精神 就是要把国家大部分的力量 用在科技的发展 要大量的培育科技的人才 要广纳世界各国 我们要变成像一个美国这样的一个世界大熔炉 就是来来来 你们通通来 有才能的人来 来到我们中国 我们大家一起来发展科技 让中国呢 成为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发动者 那中国才是真正的能够崛起了 我们说的很好啊 中国今天当然地方大 人口人口多 但是如果呢 只是靠着生产跟消费的总量 那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因此进入了强国之灵 那为本太担保了一点 一个国家强或者是不强 重点在你的技术 重点在你的创意 在技术跟创意上面来讲 如何持续的升起 这时候才是辨识呢 中国的国力 是不是真的呢 崛起的关键 我们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们再进一步看 那喜好会呢 喜好会前 那我们刚提到的 这习近平主席呢 出席了华盛顿州的欢迎的晚宴 习近平刚刚做了很多的谈话了 重点是说 许多呢 中国跟美国之间呢 有这个姐妹州 姐妹省的州省长 通通到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吗 你回头去看看 就说中国在过去段时间 在许多的关键性的州里面 中国所做下的投资 你就知道这些州长 为什么落意于途 飞到西雅图不可 进广告 回头聚起来两位 当关联国之事 也带你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 奥雅威士 走进台湾 我是谭小董 那习近平呢 这个礼拜 他在美国 那在 你现在看到节目的时候 他已经 他已经到了 到了华府 接下去呢 就是纽约由西往东 离开了美国呢 之后呢 习近平呢 还有英国的访问 那这次呢 其实到往对我来讲 我注意到 现在第一个波音的产购 在当地的盛况空险 第二个 高铁因此即将要进到 进到美国 这也是呢 敲定下来的 中美之间的 第一条的高铁 也是中国海外输出的开始 那这条高铁呢 虽然是从洛杉矶 那到 到这个堵城的 Las Vegas 距离大概比 台湾跟台湾的 南北的长度呢 也差不多 但是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里程碑 到英国也很重要 我看到的是呢 中国的核电厂的设计 那输出即将在英国落实 这两大产业 都开始有了出口的市场 而且是美国跟英国 这个重要性 那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不能够呢 就是轻忽的 好 那我们看到了呢 他在 在这华盛顿州 因为Sietto 在这华盛顿州了 那欢迎晚宴 习近平呼吁呢 中美关系呢 多理解 少猜忌 习近平主席呢 在网印上面 当你看到了这些的画面 他其实呢 因为呢 中国有许多的省长来了 那美国有许多的州长来了 其中呢 大概呢 两国之间的州省长之间呢 大概有呢 43对呢 这样子的一个呢 姐妹或者友好的关系 那地方的城市呢 那地方的城市呢 更不要讲了 所以到了州省长 层级的时候 尤其对美国来讲 美国呢 他不是一个呢 中央集权的体制 他是一个联邦体制 每一州其实都有相当大的权力 除了国防外交权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经贸啦 建设等等的权力 州长的权限是很大的 因此呢 州想要急着跟中国做关系 中央其实呢 是插不上手的 那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讲话 世界呢 让本无呢 这个就是说修起底德陷阱 什么叫修起底德陷阱 他是新崛起的大国 挑战现存大国的战争 他说 但是大国之间呢 一再发生战略误判 就有可能自己造成这个陷阱 他说呢 日月不同光 昼夜各有宜 中美双方求同存异 把矛盾点呢 划为合作点 他说230多年前 美国的商船 中国皇后号 刚刚在王峰呢 已经讲了这故事了 中国皇后号首防中国 150年前呢 数以万计的中国工人 同美国人民一起铺设 美国太平洋铁路 其实讲一起铺设了 那个稍微的 稍微的这个太美化了 在当时中国人去做奴工的 说做最基层 最辛苦 尤其当他到了到了这个 就是说呢 西雅图 西雅图 旧金山这些地方 有多少中国第一代的 这个移民的工人 葬身的此处 好 他说呢 我们也不会忘记 70年前数以千计的 美国将士 为中国献出宝贵的生命 习近平在西雅图的 这一次的访问 做了非常多 很特别的铺排 月真怎么看 这个希腊的一个 伟大的史学家呢 他在研究希腊的历史的时候 他发现有一个 很特殊的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大国 他面对一个新兴的大国 在崛起的时候 这两个大国之间 都会相互的对抗 然后会爆发很多的战争 例如说 原来的雅典 在希腊是一个大国 但是当斯巴达 在崛起的时候 那么就会爆发了 雅典跟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当然我如果是希腊 我如果是雅典 我就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他就 雅典就想办法要压制 斯巴达 那像波斯 原来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 可是当雅典就是希腊 成为一个更大 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时候呢 波斯他就要发动 这样的一个战争 来想办法把这个希腊 把它压下来 所以我们就爆发了 后面我们所知道的很多 伟大的故事 例如说马拉松的这个故事 因为他们当时 就在马拉松平原这个地方 波斯的大军 进入马拉松平原 在马拉松这个地方跟雅典的军队产生决战 而波斯的大军被雅典的军队击败 逃亡跑进海上船中 那来不及跑的全部都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 马拉松这个地方有个战事 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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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四十公里 跑回雅典要去报捷报 说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这个时候他就 讲完了以后就死了 后来大家就为了纪念这个马拉松 其实是马拉松平原 然后从此以后就有这么一个比赛 就叫做马拉松比赛 好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很有名的就是斯巴达的三百战 三百战事 三百战事 这就是斯巴达的国王要在一个爱口中抵挡这个 那个波斯的大军 然后最后整个军队 然后都被歼灭 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好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案例 就是修习底德这个伟大的史学家 他在研究的时候所发现的 所以在欧美人他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政治学里面就把它发展成为叫做修习底德陷阱 意思也就是说 一个大国面对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时候 终究一战 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大家都在说中美终究一战 你看你当初听到就是中美终究一战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讲就是这个故事说 因为美国现在是第一个大国嘛 可是中国在崛起了 所以美国一定要想办法把中国压下来 所以中美终究一战 习近平就在告诉美国人 告诉华盛顿 也告诉美国人说 这不是一个定理嘛 可是这个定理有道理啊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就是这样啊 是 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化解这个定理说 这个陷阱我们不见得要往里面跳 因为他不是机械化 也就是说他不必然会发生 好这件事情我要问王丰 因为王丰上来在灌输我一种观念 中美中央也在 是吗 事实上中美两国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那如果讲到这一点的话 我发现这个习主席这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啊 甚至于他的这一个间谍飞机啊 还是在中国的这个沿海附近 甚至于跟中国的这个 轰迁 这个迁轰漆啊 发生几乎非常近的这种 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个 飞行员都可以看到彼此的一个状况了 那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啊 这个中美之间啊 你如果这么近了来窥探我的话 那习主席是不是也可以抛出一个讯息说 你既然来窥探我 那我可不可以来窥探你呢 你可以来窥探我的情报 那我可不可以来窥探你的情报呢 那这一点的话 我认为呢 美国如果以自己理上往来 或者甚至于 己所不欲物失于人 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他应该有所节制 应该有所节制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法国 法国有一款这个在1910年啊 开始使用法尔曼侦察机 法国使用法尔曼侦察机 是在1910年 可是呢 法尔曼侦察机 大家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照片 他是一面开飞机 他这个飞机是双翼的飞机 他比较特殊的地方 这个驾驶员 一方面要驾驶飞机 一方面要拍照 一方面要照相机拍照 所以他这个侦察机的驾驶员 非常辛苦的 那一面拍照 一面要开飞机 那尤其是双翼的飞机 可是呢 在1914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 就是马恩河战争当中啊 这一款的侦察机啊 发挥他的妙用 就是说啊 在一个漫长的战线上 他的左翼啊 到处都是军队 可是他的右翼 就是他的右线啊 竟然没有军队 所以法国就用这一款的侦察机 发现了德国的军队 这样部署上的一个缺点 所以呢 他们就去打 就去打这一个 德国的这个右翼啊 就因为他右翼没有人嘛 所以呢 法国就在马恩河 第一次的战争当中获胜了 我为什么要举这一个战争 用法国用侦察机的这个例子呢 因为战争是 你打我 我也可以打你的 那今天呢 美国 你有没有听过中国的侦察机 在加勒比海 在大西洋沿岸 或者太平洋沿岸 去侦察美国 没有啊 那每天都有美国的侦察机 在侦察我国 如果 赖老师刚刚所说的 这一个所谓的休息礼德陷阱 如果休息礼德陷阱 如果适用在今天的话 那我们应该也要礼尚往来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话 我们也应该 礼尚往来 也应该去侦察他 那换句话说 这个陷阱根本是不存在的 正如习主席所说的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 去跳脱这样的一个陷阱 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陷阱当中的话 我就说嘛 礼尚往来嘛 你来侦察 我也来侦察你嘛 那这样侦察不完 中美终须一战 这样好吗 我认为不管是对中国人民也好 对美国人民也好 都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王复已经教育我非常久了 王复教育我说 中美是终须一战的 休息礼德陷阱 对于我宁政治学来讲 我认为他很有道理 他完全符合 不只是国与国际 人跟人之间竞争过程当中的 标准的心理模式 当我独大的时候 我已经当老大 当这么久了 我呼风唤雨 养尊处优 突然间出现了挑战者 甚至于任何的帮派里面都一样 当我发现了 有个人串起来了 个儿比我高 拳头比我大 我怎么办 我就趁他还没有做我的时候 非把他干掉不可 要不然我这个老大绝对保不住 好那为什么 为什么是中国呢 我们之前也谈到过 其实我很简单的讲 我说如果你把二战结束 今年二战结束的七十年 你说美国在地球上面 独大了七十年 七十年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说美国有没有遭遇到过 最扎实的挑战 就是这个时刻 比过去的苏联对美国的挑战 更具体 更全面 不是只有药物扬威的军事力量 中国是全面性的崛起 全面性的在挑战美国这个呢 二十世纪唯一的霸权 那你说 这休斯底德陷阱 对了在社会科学上面来讲 它不像是自然科学物理学当中 那个定律呢 就是百分之百板杖钉钉的 可是呢在社会科学当中 所说的定律 它是一个豁然率的问题 它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当历史的经验 一再告诉你这种过程 尤其心理学在支撑这种论述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 它绝对有可能发生 那就看这个当老大的 跟现在正在崛起的中国 如何去管控分歧 进广告 回头之后 我们就来看 双方面所遭遇到的风险 习近平的专机呢 才刚到美国 美国媒体呢 就暴露了两架呢 这个就是说呢 监轰7的这个 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战战机 在黄海的空域 危险拦截美国侦察机 这就是刚刚王峰讲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这样做不对吗 进广告 很多剧情来两位 台湾管理国际世界带你继续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亚威士 走进台湾 我是唐江龙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休息底德陷阱 那个陷阱 中国将来 绝对要准备面对这个陷阱 因为你的壮大跟崛起是个事实 谁不想让自己更好呢 可是当你变得更好更强的时候 如果就像中国人 中国人讲的 卧他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呀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发现了旁边有个人呢 在在在打呼 对我来讲 绝对是受不了 这我的床啊 好那今天呢 当当中国已经逐渐壮大的时候 不是中国要不要去挑战谁的问题 而是当你上头有一个大哥的时候 那个大哥 他正遭遇到七十年来 他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 因为他看着你越来越强壮了 这种的情况 跟日本今天担心中国壮大了之后 会不会对二战的罪行 对日本的财经 报复日本极端的没有安全感 差不多的味道 好那有很多的具体的市政 美国呢 最近这一两年 不断的指着中国 他要重返亚太 为什么重返亚太 重返亚太就是 休斯底德陷阱的具体的展现 他就是怕你大 好那习近平的专期刚到美国 最近我们看到的新闻当中 除了美国说 你们趁着这个习近平来的时候 又偷我们的东西 偷了我们五百六十万份的指纹 还有呢 他说呢 在黄海的这个地方 这是朝鲜半岛 这是山东半岛 这是辽东半岛 我就讲 未来的华北 黄海的周围 是三个半岛的发展 只要朝鲜半岛统一了之后 这三个半岛未来 非同小可 但是在黄海 却还是很紧张的 你想在这个地方发生了所谓的 两架的监空7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战机 在黄海的空域跟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就是说呢 这个侦察机 就9月15号的时候了 一个多礼拜前 两架的监空7的军机 在黄海的周边的空域 跟美军呢 RCE35的战略侦察机 机头距离五百英尺 五百英尺 大概就一百多多公尺的距离而已 这么这么近 他说我们在公海上面呢 你怎么可以这么近距离的拦截 可是你的侦察机呢 在我的家门口啊 在这个地方动不动呢 就来侦察一下 我没有这样子去搞你啊 在这个地方的拦截 美国在这个时候的刻意的曝光 又代表了什么 是这样子 就是说其实美国是一个试探 也就是说美国很清楚的知道 习近平是什么时候要离开北京 到美国去访问 那他要试探 你要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 你会不会在大原则上会被让步 例如说你会不会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 你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做法 例如说我们都知道 在9月中旬的时候 中国在这个海域有几行军事演习 而且很早就公告了 在这个时候 美国继续派他的这个侦察机进来 要收集你的情报资料 可是他也要测试什么呢 测试你中国会不会说 因为习近平要到美国去访问 所以要保持一个双方的友好的关系 所以你就忍气吞声 把这样的一种 一种不礼貌的侦察的刺探的行为 把它吃下来 因为理论上讲你美国也可以说 我因为我要尊重 你习近平要到美国访问了 我要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气氛 所以我就不去侦察你了 这是一个友好的动作 可是美国故意要去侦察你 这就是一个不友好的动作 这个不友好的动作要测试 你美国 你中国大陆面对我这样的一个 不友善的动作 因为我已经邀请你来了 你马上要启程了 你9月 你9月22号要启程了 可是我在这个时候 我故意去侦察你 而且飞进你的空域中 当然不是你的领空 但是我飞进你的演习区 让你不舒服 不高兴 不快乐 我看你会怎么反应 那如果说你都隐忍下来 我就知道说 你是有求于我 还是我有求于你 这样的一种 做一种政治上的 军事动作的政治试探 那他要看你中国的反应 可是问题是 他没想过 中国照样拦截 那当然我们 你已经飞到我这个领域里面来 我照样干扰你的飞行 照样干扰你的飞行的情况下 那当然就造成你的飞行中 你的压力 飞行员的压力 这个RC-135的战略侦察机 它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面来讲 它除了试探你 它可能有什么特别任务吗 因为在那段时间 我们航母要在这个地方举行很久 我们航母进入大修以后 这是第一次的 在这个海域要做一些试航 所以它不只是试探你 它是真的有任务 它在侦察你 因为它在 我们当时要在这个地方 尤其有一些导弹要试射 第二个呢 因为这个是在上上礼拜的时候 早就公布了 在这个地方导弹要试射 还有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进行这个航母的一种 一种目前因为据说 中国的这个弹射器 已经发展出来了 所以很有可能航母 在这个地方举行弹射器的试射 这样的一个适用的情况 那通常因为弹射器是新的东西 所以通常航母不会远离这个陆地 因为怕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所以通常都会在这个渤海这个地方 渤海航海 因为这是航母的基地 就在这个地方 靠着内陆比较近的地方 举行这个试飞 所以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对美国来讲 他要来收集你的情报资料 所以他的空中侦察机 就进来你的附近里面 收集你的参数 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找到公告了 这是我们的演习区 因为是九三之后的 我们的一个 一个四射的一个演习区 你美国还要飞进来 而且是在习近平马上要去 美国访问的之前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就大家都在解读 说你美国的态度是什么 中国态度是什么 可是中国照样去给你拦截 照样去干扰你飞行 照样干扰飞行 那就放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 没有错 这是国际空域 但是是在我家门口的国际空域 那在我家门口的国际空域 你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那我也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也就是说 我们要逼着美国来进行一个什么呢 空中相遇行为规则 行为准则的签订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好 我们知道在过去有海上相遇行为准则 已经签订了 现在空中相遇行为准则 还是没有签订 那这样的情形下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把这个空中相遇行为准则 把它签订出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中国继续按照自己的步骤 节奏 SOP把它做完 做完了以后 但是中方的个性 一概就是这种事情 就是我们做了 我们也知道 然后也没有公布 美国也做了 然后美国也在当时没公布 就在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 突然间美国这边 就透过华尔街日报 把这个消息公布了 公布出来 那这表示 美国是有意的 要在这个时候 要释放出一些讯息说 中美关系并不是那么的好 我们彼此之间还有对抗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的第一站 就是在西雅图 在华盛顿州 我们看到了您刚刚讲的 哇这个美国的州长来了 西欧来了 大家都来了 他释放出来的是一个 美国人很喜欢 而且很高兴 习近平来 可是这个让华盛顿不是很高兴 是 那联邦政府不是很高兴 我当然可以提问到 我要是欧巴马看到这种场面 我也不高兴 因为地方政府都那么的欢迎 是 好像全美国只有欧巴马 是不欢迎习近平 所以欧巴马 他就做了两个不好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 在同时就邀请了这个 教宗 是 来 然后以往 美国的总统是不会见教宗的 这个时候 欧巴马要去会见 他要强版面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就是 公布这个新闻 公布这个新闻呢 就告诉你说 我们两国没有那么高兴 你们这些州长 你们这些商人在搞什么 所以我们还是有紧张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把这个消息公布 你就可以知道是政治目的了 那中国必须要小心啦 就美国 美国最近这两三年 我认为他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激怒中国 要把你激怒 我不断的去试探你 去挑衅你 那激怒你的目的呢 希望让你发生的误判 让你的做出过度的反应 过度反应之后呢 就让我师出有名 可以在舆论啊各方面 那制造更好的诉求 那美国的这种的试探呢 你也不要期待呢 他自律 美国是最没有国际法概念的 因为所有的法律呢 都是公平的 都是对称的 我要遵守 你也要遵守 美国作为一个强权国家 作为一个 一个目前觉得一个super power 他怎么会跟你签 签什么规则 不可能 他连国际海洋法都没有签署 好我们再来看 请教王峰 刚刚谈到的 就是说 美国呢 对于中国的监控呢 无所不在 但是习近平要到达美国之前呢 美国这个智库 蓝德公司 这很有名的 我曾经差点到这个 蓝德公司里面呢 去去去做做研究 那蓝德公司呢 提了430页的报告 这个报告的重点在于说 如果中美开战的时候呢 中美之间呢 谁能够掌握到 比较大的优势 当然以他讨论的 两个重点区域 其实呢 他在讨论第一个南海 第二个台海 这个时候讨论台海有意思了 因为台湾的政局呢 正在变动的过程当中 蓝德的这篇的报告 对台海如果发生冲突 谁能够掌握优势 讨论很多 尤其呢 在1996年的飞弹危机之后 这次再次的讨论 那整个的情势是翻转的 蓝德公司呢 谈到就是说 如果呢发生了冲突的话 中国将会掌握支空悬 我们看到了这几张的照片 第一个中国的短程的导弹 增加到1400枚 运重的误差率低于5公尺 今天呢 当我要打到 打到你家的客厅的时候 顶多呢 大概不小心的伤到你家厨房 我不会打到邻居的家里面 这么准 他说可以让加索纳基地呢 迅速失能 加索纳基地呢 是在冲城群岛当中的 主要的美军基地了 那可以逼迫美国的这个飞机呢 从阿拉斯加的关岛起飞 再来呢 中国的军用的间谍卫星 可以呢 导航潜射的巡航导弹 攻击美国的航母 你其实在关岛 你都未必躲得过 再来呢 中国发展的反潜直升机 跟反潜舰呢 扩大两栖登陆舰的部队呢 可以跟美军对抗 蓝德公司为什么 在这时候提这个报告 这个报告呢 是在 是在凸显对手 然后呢 在长他人志气 然后呢 方便自己做内部的新闻行销 还是这份的报告是可信的 香隆刚刚也点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 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的 在刺激中国 让中国犯错 让中国呢 在受不了的时候 越过红线 那中国当然不会吃亏上当 我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这个是美国 这个是苏联 前苏联的 萨姆二号导弹 萨姆二号导弹 在1956年 有一天 连续发射了八枚 一天连续发射八枚 而且通通是指向一个 外来的一个目标 指向一个外来目标 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 S的这个U2 U2侦察机 这个U2侦察机被打下来了 花了八枚的导弹 可是这个八枚导弹的同时呢 又有两架的战斗机去拦截它 一架是米格19 另外一架是轰9 那同时去拦截它 可是呢 这两架飞机 其中有一架是被坠毁了 另外一架是这个飞行员跳伞 换句话说 牺牲了两架飞机 花了八枚导弹的这个价值 把它打下来 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被打下来的 U2侦察机的驾驶员 叫做鲍尔斯 就是著名的鲍尔斯事件 换句话说 如果今天美国 他在中国的南海 中国的黄海的附近 就在我们的家门口 就在我们家的客厅的前面 耀武扬威 来刺探我们的这个情报的时候 如果我们越过红线的话 把它也打下来的话 虽然我们展现了我们国家的意志 可是这不是让它有个把柄吗 那所以鲍尔斯事件 是在前苏联跟美国之间冷战时期的状况之下 鲍尔斯被关押了六年左右的时间 后来呢 跟前苏联有一个这个克格勃的间谍啊 被美国抓到了 两个就换服 所以鲍尔斯重获自由 这个事件代表了什么 在冷战时期 因为前苏联不满美国去侵犯他的主权 可是现阶段 中国会不会这样做 我认为除非你侵入中国的领空领土 否则的话 顶多充其量就是飞机把你驱赶走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礼有节有度量的国家 我们知道国家在崛起的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克制自己 虽然我们有很多很难以忍受的地方 可是基于国际工法 基于我们中国和平崛起的一个大原则 大目标 我们要照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去走 要克制我们的胸中的那一团怒火 好 比较耐得住性质 国家崛起的过程当中 当老大的一定很不痛快 那如盲刺在背 这种的不安全感 中国人要能够充分体会 好 但是兰德的这份的研究报告 对我来说 他只在告诉美国一件事情 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时候 中国只能够用了飞弹试射去试探 因为中国也很清楚的知道 在当时两艘航空母舰摆着 制空拳制海拳 大概还是在美国的手里面 可是兰德在告诉你 2016年如果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20年的时间时空转变了 制空拳美国没有了 美国面对到未来 在整个台海或者南海 所发生的跟中国之间的矛盾跟冲突 美国已经没有优势了 感谢两位到我们的现场 感谢 明天同时间请去收看 奥亚卫视走进台湾 加拿大也在谈 巴西也在谈 而中国自己已经有作品要出来了 这个时候波音眼看着它惨了 如果中国跟这些公司都合作成功的话 那波音的这些员工不是 未来您刚刚讲的 他们的饭碗怎么办 如果中国市场吃不到的话 那你吃非中国以外的市场 而中国的产品已经能够销售到世界各国了 你怎么办 可是我给你吃家定心丸 可是吃家定心丸 不只是吃家定心丸 而是什么呢 而代表我们 中国要跟美国波音的航空工业的合作 这个大门继续敞开 为什么说这大门继续敞开 原来就是在1979年 邓小平最后一战 民间的企业访问的时候 就选波音 最后一战 我们就知道 它非常的重要 而最后一战选波音的时候 就告诉全世界 也告诉中国 航空工业是中国的未来 从此以后 中国跟这个波音开始有了合作 那有了合作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今天中国的航空工业的基础 其实就是邓小平在1979年 所打下来的基础 可是各位想象一下 1979年 中国那个时候的国民所得才多少 有多少人能够搭得起飞机 是的 但是飞机的研究发展 如果没有经过30年 40年研究发展 怎么可能会成熟 可是在那个时候 邓小平的远见 已经告诉我们现代说 原来他在绝大部分的中国人 都没有办法做得起飞机的情况下 他已经开始进行 航空工业的研究发展 所以累积了30年以后才有今天的实力 能够跟空中巴士合作 在天津制造组装厂 各位如果没有这些实力的话 你根本不可能把人家组装飞机 何况现在你要开始组装的是波音的飞机 也就是未来波音的终端的飞机 是在中国大陆组装完成 这代表什么呢 一方面是见证的 一个曾开启未来的邓小平 一个是见证的 在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告诉美国人说 我们虽然已经能够制造C919 我们虽然跟空八 跟俄国都有很大的合作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老朋友 念旧不忘记老朋友 也是习近平这次到美国的轴行之一 那告诉波音说 我们会继续开启这个大门 跟你合作 你波音放心 尽量跟中国合作 你看这是一个大战略 所以我们就看到 对波音来讲的话 他们内心里面真的是百感交集 就中国已经起来了 中国还没有忘记老朋友 而且还愿意跟波音 有这样的合作 是 300架订单啊 真是非常的惊人 非常惊人啊 我们看就是说当这个 他带着这个习近平 习近平主席参观 他们的波音787 Dreamliner 那这张照片 因为时间点是1979年的2月了 其实在当时 中美才刚建交而已 也就是建交的 两个月之后 那习近平呢 不是当时邓小平呢 就已经到了美国访问了 也正式开启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所以这个呢 是一张历史性的照片 当时的美国的总统 你看到了卡特 好 再讲故事 来 最后讲故事的 王峰 习近平呢 首度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第一站呢 就到西雅图 他特别提了 这个中美之间的小故事 定调的 这是真信 增加相顾的信任 适宜 那彼此之间的 这些的猜疑呢 能够呢 解除 那我们看到呢 9月20号 习近平呢 会见了华盛顿州的政要 不是只有华盛顿州啦 各州来的这个州长的 络于于途 都希望中国 能够多一点的投资 可是呢 习近平讲到了一些的故事 他谈到了1979年4月 我们刚讲1979年2月呢 邓小平呢 到了到了美国访问 1979年4月 中美海上航线 中断30年后 第一艘悬挂 五星旗的货轮 叫做柳海林号 那柳林海号 那停靠在西雅图港 2008年 汶川大地震呢 华盛顿的爱心包裹 从西雅图呢 送到了汶川的灾区 这个故事其实对很多来讲 可能都已经都已经遗忘了 来王峰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柳林海号就是一个标志 标志中国从一个封闭的一个世界 进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 去一个具体而为的一个指标 开放的代表 就是说在文革之前 中国是处于一个长期封闭的一个状况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这个意义在这里 但是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一个国家真的要崛起的话 经贸或者说是世界工厂 可能还是一个治标的工作 资本的工作 我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中国要变成一个宏伟的国家 要变成一个伟大的国家 要跟世界上的一些先行者 来做一些对照 或者来做一些参考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法国的拿破仑 法国的拿破仑 在征伐了埃及之后回到法国去 他就开始大力的投资科技文明的发展 让法国现代化 那美国 我认为我们现在 一个最重要的对手的国家 美国 我们虽然对他有很多不谅解的地方 对他有很多不以为然的地方 对他的某些帝国主义的行径 有很多的讨厌 可恨的地方 可是我们要用他的长处 来修补我们的短处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大家看这个照片 这个是富兰克林 他是一个美国充满的创造精神 跟尝试错误的精神的一个代表 就是说他用放风筝的方式来实验 他甚至于牺牲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 他要了解大自然的雷电的状况 但换句话说 一个国家如果要真正的崛起的话 科技文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从第一次产业革命 发明了蒸汽机 一直到现在 世界经历了四次的产业革命 我们说美国如何如何 我告诉各位 美国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世界四次的产业革命 第一次是英国发动的产业革命 就是发明蒸汽机 让人类由过去的人力跟受力的时代 进入到一个机界文明的时代 这是英国人了不起的地方 第四次的产业革命 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一波 我们现在大多数的 这个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 你我 大家共同面临就是第四次产业革命 电脑资讯产业 资讯产业 那如果我们中国真的要崛起 我告诉各位 光是 光是帮别人做一做iPhone 做一做手机 这个还是不够的 我们要大力的学习拿破仑的精神 就是要把国家大部分的力量 用在科技的发展 要大量的培育科技的人才 要广纳世界各国 我们要变成像一个美国这样的一个世界大熔炉 就是来来来 你们通通来 有才能的人来 来到我们中国 我们大家一起来发展科技 让中国呢 成为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发动者 那中国才是真正的能够崛起了 我们说的很好啊 中国今天当然地方大 人口人口多 但是如果呢 只是靠着生产跟消费的总量 那沾沾自喜 以为自己因此进入了强国之领 那为本太担保了一点 一个国家强或者是不强 重点在你的技术 重点在你的创意 在技术跟创意上面来讲 如何持续的升起 这时候才是辨识呢 中国的国力 是不是真的呢 崛起的关键 我们进行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们再进一步看 那喜好会呢 喜好会前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习近平主席呢 出席了华盛顿州的欢迎的婉言 习近平刚刚做了很多的谈话了 重点是说 许多呢 中国跟美国之间呢 有这个姐妹州 姐妹省的州省长 通通到了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吗 你回头去看看 就说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 在许多的关键性的州里面 中国所做下的投资 你就知道这些州长 为什么络绎于途 飞到西雅图不可 新广告 回头去请聊聊 我记得这个例子呢 因为战争是 你打我 我也可以打你的 那今天呢 美国 你有没有听过中国的侦察机 在加勒比海 在大西洋沿岸 或者太平洋沿岸 去侦察美国 没有啊 那每天都有美国的侦察机 在侦察我国 如果 赖老师刚刚所说的 这一个所谓的 休息礼德陷阱 如果休息礼德陷阱 如果适用在今天的话 那我们应该也要礼尚往来 己所不欲 务失于人的话 我们也应该 礼尚往来 也应该去侦察他 那换句话说 这个陷阱根本是不存在的 正如习主席所说的 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 去跳脱这样的一个陷阱 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陷阱当中的话 我就说嘛 礼尚往来嘛 你来侦察 我也来侦察你嘛 那这样侦察不完 中美终须一战 这样好吗 我认为不管是对中国人民也好 对美国人民也好 都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王复已经教育我非常久了 他就教育我说 中美是终须一战的 休息礼德陷阱 对于我宁政治学来讲 我认为他很有道理 他完全符合 不只是国与国之间 人跟人之间竞争过程当中的 标准的心理模式 当我独大的时候 我已经当老大 当这么久了 我呼风唤雨 养尊处优 突然间出现了挑战者 甚至于任何的帮派里面都一样 当我发现了 有个人串起来了 个儿比我高 拳头比我大 我怎么办 我就趁他还没有做 我那时候非把他干掉不可 要不然我这个老大绝对保不住 好那为什么 为什么是中国呢 我们之前也谈到过 其实我很简单的讲 我说如果你把二战结束 今年二战结束的七十年 也就是美国在地球上面 独大了七十年 七十年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说美国有没有遭遇到过 最扎实的挑战 就是这个时刻 比过去的苏联对美国的挑战 更具体 更全面 不是只有药物扬威的军事力量 中国是全面性的崛起 全面性的在挑战美国 这个呢 二十世纪唯一的霸权 那你说 这休斯底德陷阱 对了 在社会科学上面来讲 它不像是自然科学 物理学当中 那个定律呢 就是百分之百板杖钉钉的 可是呢 在社会科学当中所说的定律 它是一个豁然率的问题 它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当历史的经验 一再告诉你这种过程 尤其心理学在支撑这种论述的时候 它就告诉你 它绝对有可能发生 那就看 这个当老大的 跟现在正在崛起的中国 如何去管控分歧 进广告 回头之后 我们就来看 双方面所遭遇到的风险 习近平的专机呢 才刚到美国 美国媒体呢 就暴露了两架呢 这个就是说呢 监轰7的这个 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战战机 在黄海的空域 危险拦截美国侦察机 这就是刚刚王峰讲的故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这样做不对吗 进广告 回头去请大家两位 台湾观点国际视野 带你继续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亚威视 走进台湾 我是唐江龙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 休息底德陷阱 那个陷阱 中国将来 绝对要准备面对这个陷阱 因为你的壮大跟崛起 是个事实 谁不想让自己更好呢 可是当你变得更好 更强的时候 如果就像中国人 中国人讲的 握他之旁 岂容他人酣睡呀 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发现了旁边 有个人呢 在在在打呼 对我来讲 绝对是受不了 这我的床啊 好那今天呢 当当中国已经逐渐壮大的时候 不是中国要不要去挑战谁的问题 而是当你上头 有一个大哥的时候 那个大哥 他正遭遇到70年来 他最没有安全感的时刻 因为他看着你越来越越强壮了 这种的情况 跟日本今天担心中国壮大了之后 会不会对二战的罪行 对日本的财行 报复日本极端的没有安全感 差不多的味道 好那有很多的具体的市政 美国呢 最近这一两年 不断的指着中国 他要重返亚太 为什么重返亚太 重返亚太就是 休斯底德陷阱的具体的展现 他就是怕你大 好那习近平的专期 刚到美国 最近我们看到的新闻当中 除了美国说 你们趁着这个习近平来的时候 又偷我们的东西 偷了我们五百六十万份的指纹 还有呢 他说呢 在黄海的这个地方 这是朝鲜半岛 这三东半岛 这是辽东半岛 我就讲未来的华北 黄海的周围 是三个半岛的发展 只要朝鲜半岛统一了之后 这三个半岛未来 非同小可 但是在黄海 却还是很紧张的 你想在这个地方 发生了所谓的 两架的监空期 这样的一个中国的战机 在黄海的空域 跟美国的 美国的这个就是说呢 这个侦察机 就9月15号的时候了 一个多礼拜前 两架的监空期的军机 在黄海的周边的空域 跟美军呢 RC-135的战略侦察机 机头距离五百英尺 五百英尺 大概就一百多公尺的距离而已 这么这么近 那你说 那在供 他说我们在供海上面呢 你怎么可以呢 这么近距离的拦截 可是你的侦察机呢 在我的家门口啊 在这个地方 动不动呢 就来侦察一下 我没有这样子去搞你啊 在这个地方的拦截 美国在这个时候的 刻意的曝光 又代表了什么 是这样子 就是说 其实美国是一个试探 也就是说 美国很清楚的知道 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要离开北京 到美国去访问 那他要试探 你要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 你会不会在大原则上 会被让步 例如说 你会不会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 你会不会有一些 不同的一个做法 例如说 我们都知道 在九月中旬的时候 中国在这个海域 有几行军事演习 而且很早就公告了 在这个时候 美国继续派他的 这个侦察机进来 要收集你的情报资料 可是他也要测试什么呢 测试你中国会不会说 因为习近平要到美国 去访问 所以要保持一个 双方的友好的关系 所以你就忍气吞声 把这样的一种 一种不礼貌的 侦察的刺探的行为 把它吃下来 因为理论上讲 你美国也可以说 因为我要尊重 你习近平要到美国访问了 我要营造一个 比较好的气氛 所以我就不去侦察你了 这是一个友好的动作 可是美国故意要去侦察你 这就是一个不友好的动作 这个不友好的动作 要测试 你美国 你中国大陆 面对我这样的一个 不友善的动作 因为我已经邀请你来了 你马上要启程了 你九月 你九月二十二号要启程了 可是我在这个时候 我故意去侦察你 而且飞进你的空域中 当然不是你的领空 但是我飞进你的演习区 让你不舒服 不高兴 不快乐 我看你会怎么反应 那如果说 你都隐忍下来 我就知道说 你是有求于我 还是我有求于你 这样的一种做一种政治上的 军事动作的政治试探 那他要看你中国的反应 可是问题是 他没想过 中国照样拦截啊 那当然我们 你已经飞到我这个领域里面来 我照样干扰你的飞行 照样干扰你的飞行的情况下 那当然就造成你的飞机中 你的压力 飞机院的压力 这个RC-135的战略侦察机 它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面来讲 它除了试探你 它可能有什么特别任务吗 因为在那段时间 我们航母要在这个地方 举行很久 我们航母进入大修以后 这是第一次的 在这个海域要做一些试航 所以它不只是试探你 它是真的有任务 它在侦察你 因为它在 我们当时要在这个地方 尤其有一些导弹要试射 第二个呢 因为这个是在 上上礼拜的时候早就公布了 在这个地方导弹要试射 还有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进行这个航母的一种 一种目前因为据说 中国的这个弹射器 已经发展出来了 所以很有可能 航母在这个地方 举行弹射器的试射 这样的一个适用的情况 那通常因为弹射器 是新的东西 所以通常航母 不会远离这个陆地 因为怕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所以通常都会在 这个渤海这个地方 渤海航海 因为这是航母的基地 就在这个地方 靠的内陆比较近的地方 举行这个试飞 所以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对美国来讲 就它要来收集 你的情报资料 所以它的空中侦察机 就进来你的附近里面 收集你的参数 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找到公告了 这是我们的演习 今天你看节目 其实两岸中国人 都在准备享受中秋节的假期 月到中秋分外明 每逢佳节被撕清 中秋节是中国人团聚的日子 今年的中秋节对习近平来讲 看起来备受考验 本来我还觉得有点担心 可是在看到了 他的第一站在西雅图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后面的都不是这么重要了 西雅图已经让中国 让习近平展现了 中国在当下国际政治当中的价值 那当所有的 美国的各州的州长 在美国叫得出名号的 大企业的老板 争先恐后 络绎于西雅图的路上 饭店订不到 房价暴涨 本来是旅游的淡季啊 房价暴涨 因为CEO通通来了 航班都差点订不到 因为大家都要来 这真的是很少见的情况 所以呢 我在西雅图的这个朋友呢 他们就透过 透过这个 这个这网络跟我讲说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十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而且呢 到到处呢 这个车水马龙 许多的饭店的周围 热闹得不得了 好那我们今天 就把呢 习近平这一次的出访当中的几个 看起来很有故事性的东西呢 我们好好的聊一聊 能够谈故事 奥亚卫视走进台湾 最厉害 我们现场的两位的来宾 台湾呢 都是都是呢 非常权威的国际政治的学者 尤其呢 讲故事 讲历史 那我们的来宾 那这方面来讲 各中翘主 来在我右手边的第一位 来一件有限欢迎 王丰丰哥欢迎 习近平访美 当时他第一次的国际会议的访问 大概推估也可能是欧巴马卸任之 之前的最后一次 好那习近平访美之前做了个动作 他接受呢 华尔街日报 Wordstreet Journal 因为他也有亚洲版 不过呢 这个是呢 正式全球性的版本 那接受访问 他向欧巴马喊话 希望呢 定下中美关系的主轴 好那这是Wordstreet Journal 因为我也是他的网络的订户了 我们都会都会收到这些的内容 习近平谈些什么呢 习近平说 中国加强国防和军队的建设 并不是为了穷兵独物 中国在亚洲没有任何海外军事设施 这个讲给美国人听呢 你不要一天到晚扣我帽子贴我标签 全世界驻军的是你美国 亚太应该成为中美的合作社 亚太太平洋 不应该成为呢 互相角力的战斗场 中国梦美国梦不尽相同 但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各国人民对梦想的追求 都是激励顽强奋斗 强大动力 也为中美合作提供机遇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讲得很好啊 月天怎么看 你的主轴定调在哪里 那就是真信是疑 也就是说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 对于有疑虑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解开 这样的一个大主轴要先定出来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了 那习近平的整个大主轴中 其实有个轴心 这个轴心就是建立 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 其实中美的新型大国关系 我比较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比较愿意用这样的一个图形 来做一个表示 这个用这样的一个图形 来做表示的目的 是在哪里呢 是因为中美的关系 未来会出现应该是两个圆圈的 有一个 有一个焦急的地方 因为用这两个圆圈来表示 是因为在过去 在冷战时期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到一九九零年 这四十五年间 没有焦急 没有焦急 世界是两大 我们叫做整大集团 全球的格局 两个圈圈 对就是两极体系 两个圈圈 两个圈圈各有各自的影响力 的势力范围 但是彼此之间是对抗的 所以是苏联集团跟美国集团 彼此之间的在对抗 这样的一个冷战 支配了世界四十五年 让世界不安全 不快乐 不稳定 而且处在一种 何止的危责 恐怖的平衡中 可是一九九零年以后 一直到二零一五年 这二十五年间 整个世界出现的是 一超多强 一个格局 美国独大 美国独大的时候 美国就走向了单边主义 任性了 为所欲为 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 从一九九零年到现在 它的战争的发生频率 高于一九九零年之前 四十五年的统合 也就是说 在冷战时期的战争的发生次数 远远低于冷战结束之后 的发生次数 美国自己一超多强 独霸世界的时候 它插手全世界每个地方 非洲的 中东的 欧洲的 亚洲的 所有的地方 它全部都插手 结果爆发的战争的次数 远远高于冷战时期 战争的死亡人数 因为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远远大于二十四的大战 这就很奇怪了 这么多的人死亡 大家都在问 那一九九零年到二零一五年 这二十五年间 你美国到底干了什么事 怎么会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 你不是要维持社会秩序 要维持国际秩序 要维持国际的公平正义吗 可是你却说 我要维持国际的公平正义的时候 你就说我所作所为 要符合我的美国国家利益 你一方面要当国家宪兵 国际宪兵 二方面又说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那你不是就假借国际宪兵的手 然后来图自己的私利吗 这样的情形就造成了世界不太平 战争频繁 死伤人数无数 然后造成了伤害这么的大 好 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已经成为六跟美国 平起平坐的这个格局 习近平要告诉美国的地方 是在于 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另一级了 可是中国不愿意采用 俄国当时跟美国一样的 这种冷战时期的对抗 中国要采用的一种是 我们是有交集的 我们有太多的合作空间 所以我们斗就两商 和就两利 所以我们中美的关系中 我的经济中有你的经济 你的经济中有我的经济 我们不只是经济交流 我们是政治交流 我们是文化交流 习近平这次出访 我觉得在出访之前的调子抓得很好 中国没有摆出一副准备 要跟你美国对着干的味道 相反的中国没有关系 那我当客人 我来了之后呢 你即使呢 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摆出来洪门宴的姿态 但是呢 我尽可能去解释 我尽可能摆低 低姿态 我也没有呢 耀武扬威 可是呢 光在西雅图呢 所摆出来的那个场面 其实已经让习近平的这次出访 定了调了 也就这次的国际能见度之高 尤其呢 在经贸的国际经贸的场合当中 这次西雅图所带动的那种 中美之间的经贸的互动的风潮 对其他国家来讲 会产生很大的压力 好那 习近平说定中美关系的主轴 讲白点就是说 你美国要想清楚 同时也要讲清楚 你到底把中国当什么 这是这次习近平 在跟欧巴马见面之前的主调 我要请教王峰 那习近平当然在 在西雅图 在Seattle这个地方的时候 呃超乎预期之外的 西雅图第一站呢 就形成了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国际的媒体的声量 大家竟然发现了西雅图呢 一房难求 机票呢 一票难求 因为就只是因为习近平的到访 结果呢 全世界不止中国跟着习近平来的CEO 连美国的这个叫得出名号的这些企业的CEO呢 通通来 以及美国呢 各州的这些主要州的州长 不管有没有点到名的 跟中国关系统通通来 真的过去还真的没有过 你回头去想光 你今年四月份安倍到访 安倍到访你还记得什么 几乎什么都没有 除了在白宫 以及呢在国会的演说之外 安倍纯军事 纯安全 纯战略 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第一站的时候呢 一点政治都没有 好那习近平呢 在这个 Seattle 他说呢 中国人是全球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 他不止说欢迎你们来投资 我会把很多的投资的这限制的 继续的放宽 他同时在告诉你的 中国到你们美国投资了多少钱 你知道吗 防美呢拼经济 他说 中国经济运行仍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上面 在大海上面 再大的船也会有一时的颠簸 所以你们不要去唱衰中国 不要说中国快要垮了 中国要崩溃了 因为这种中国崩溃论 西方已经唱了一二十年以上了 再来他说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国际化的推进 中国外汇储备呢 有增减是正常的 也不要过度担忧 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改变 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 也不会改变 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新业 提供更好的服务方向 不会改变 我请教王丰 你怎么看习近平这次在西雅图 受到的工商企业界空前的欢迎 1784年有一艘船叫做中国皇后号 这一艘船呢 是美国第一艘船到中国来 它是由战舰改装成商船的 它进入广州的时候啊 广州黄埔港的时候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想象的图 大家还可以依稀的看到有宝塔 好那这艘中国皇后号进港的时候呢 名炮13响 为什么是名炮13响 因为当时啊 美利坚合众国刚独立只有13个州 那这个是中国皇后号 换句话说 乾隆皇的皇后已经死了 可是呢 美国呢 他搞不清楚 他以为中国的皇后还在 所以他取名这艘船叫中国皇后号 要跟中国来进行贸易 可是呢 美国呢 他是炮舰外交 炮舰经商 一手拿着大炮 一手呢 要跟你这个算算盘 要跟你这个做生意 好 那这个是在177 1784年发生的事情 大家来看一看 中国的革命先行者 孙中山先生 这个民国的国父啊 孙中山先生啊 他竟然呢 曾经在美国的移民局啊 被拍下这样的一张屈辱的照片 就是说怀疑他可能是偷渡客 拍下这么一张照片 这个存为存档照片 这个是代表着中国在过去的230年间跟美国之间的外外交关系上面一个印记 那这个印记呢 是不好的印记 那我们再来看看不好的印记 这是一张在雪中开铁路的画面 就是一群华工啊 在风雪交加 严寒的这个冬天啊 帮美国人开铁路啊 这个是在平常的时候 这个华工帮英国 帮美国人开这个铁路 那当时呢 美国有两个大的一个高潮啊 一个就是铁路 开铁路 修铁路 输入了很多这个华工 另外一个风潮就是 韬金热啊 韬金热黄金啊 也也吸收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劳工到新大陆去 好 那这个是修铁路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美国啊 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只有两种行业 中国人只会做两种行业 一种是这个画面上的 你看卖草卖 这个卖餐开餐馆的 就中国人只会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开餐馆 另外一个就是洗衣房 这个是一个叫做生活洗衣房 生活洗衣房 那换句话说 过去的两百三十年间 至少有高达两百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跟美国之间是生活在一种屈辱的阴影之下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改变了这种屈辱的刻板印象 让美国人呢 失去了准头 换句话说 未来的中国到底跟美国之间是平起平坐 还是竞争的关系 是一种高度竞争关系 是一种和平共存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 美国还是一头雾水 我们进场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我们来讲讲故事 习近平这次呢 是从西雅图进来 在西雅图 我刚提到了万人空巷 大家说呢 西雅图夜未免 大家这个城 城开不夜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习近平到榜 大家想起了 哇 三十六年前 三十六年前 当时的邓小平 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也是从西雅图开始的 这中间有什么巧合吗 进广告 回头之后 记得请教两位来宾 台湾管理国际世界 带您继续关心天下事 欢迎收看奥亚卫视 走进台湾 我是唐娇龙 好的 西雅图访 但是呢 我们接下去 我们把我们的记忆呢 拉回到三十多年前 三十六年前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代 那个时候呢 邓小平在位置上面 三十六年前 邓小平呢 到美国访问的时候 他其实 也是中国正式 走向开放之路的开始 好 那邓小平在从西雅图呢 开启了中美经济大门 三十六年之后呢 习近平也从西雅图呢 开辟呢 新时代的中美关系 我们看看这两张照片 一九七九年二月 在当时的波音呢 副总裁 那这个的迪肯森 他说呢 邓小平先生知道 中国要想了几身 世界强国之灵教 拥有真正世界水准的航空体系 三十六年之后 其实中国已经几乎有了 再来呢 2015年 也就是习近平这次的到访 访问的西雅图波音公司 习近平不用讲太多话 三百架 三百架的波音的 科技的订贷 三百八十亿美元 我们前两天呢 有有讲过 你知道波音之前呢 波音的员工 在习近平到访之前 波音的员工最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很担心波音要裁员 所以呢 过去一段时间 在美国的这些商业媒体呢 报道波音的时候 几乎都在讨论 波音要裁员的问题 是不是那不景气了 波音呢 是不是竞争力衰衰弱了 因此要裁员 所以呢 波音的员工醉醉不安 可是呢 当习近平主席到访的时候呢 大家看到了波音的时候 还在问他说 你要不要裁员 不用裁了 不用裁了 你就知道影价有多大 我请教这个月千 帮我们比较一下 这两张照片 有什么 异曲同工之妙 三百架的订单 那当然萧总已经告诉我们了 他保障了波音的这些工人 未来十年 至少十年 他们的饭碗是保住了 因为这个生产线 这种感觉多踏实啊 十年 十年 这比公务人员还公务人员 也就是说 我这十年 我只要再抢到一些订单 那就是二十年 就是说我的特效金都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所以对于那些 而且呢 公司是赚钱的 那所以我们每年还有红利可以分的 所以这比公务人员还要更加的公务人员 我们都知道空中巴士跟波音是世界上两大最竞争激烈的这个两大 那个航空公司的两大飞机公司 对两架飞机公司 可是中国的C929快要问世了 是啊 现在目前在进入最后的组装要是非的阶段 所以等于是如果你要抢中国的两千架的目前估计 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中国有两千架的这么大的订单 那你不跟他合作 那中国可以跟空中巴士合作 那之前波音在技术方面吝啬到不行 可是中国自己突破了 那中国现在也跟俄国有一个宽体科技的大合作了 所以中国跟空中巴士有合作 跟俄国的宽体科技也在进行合作 那么目前 当然关键国技师也带你关心天下事 欢迎继续收看 奥雅维师走进台湾 我是谭小董 那习近平呢 这个礼拜他在美国 那在你现在看到节目的时候 他已经他已经到了到了华府 接下去呢 就是纽约由西往东 离开了美国之后呢 习近平呢 还有英国的访问 那这次呢 其实到往对我来讲 我注意到现在第一个波音的产购 在当地的盛况空前 第二个 高铁因此即将要进到美国 这也是呢 敲定下来的中美之间的第一条的高铁 也是中国海外输出的开始 那这条的高铁呢 虽然是从洛杉矶 那到到这个堵城的las Vegas 距离大概比台湾 跟台湾的南北的长度呢 差不多 但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到英国也很重要 我看到的是呢 中国的核电厂的设计 那输出即将在英国落实 这两大产业都开始有了出口的市场 而且是美国跟英国 这个重要性 那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不能够呢 就是轻忽的 好 那我们看到了呢 他在在这华盛顿州 因为Sieto在这华盛顿州了 那欢迎晚宴 习近平呼吁呢 中美关系呢 多理解 少猜忌 习近平主席呢 在晚宴上面 当你看到了这些的画面 他其实呢 因为呢 中国有许多的省长来了 那美国有许多的州长来了 其中呢 大概呢 两国之间的州省长之间呢 大概有呢 43对呢 这样子的一个呢 姐妹或者友好的关系 那地方的城市呢 更不要讲了 所以到了州省长层级的时候 尤其对美国来讲 美国呢 他不是一个的中央集权的体制 他是一个联邦体制 每一州其实都有相当大的权力 除了国防外交权之外 其实大部分的经贸啦 建设等等的权力 州长的权限是很大的 因此呢 州想要急的跟中国做关系 中央其实呢 是插不上手的 那我们看到习近平的讲话 世界呢 让本无呢 这个就是说修起底德陷阱 什么叫修起底德陷阱 他是新崛起的大国 挑战现存大国的战争 他说 但是大国之间呢 一再发生战略误判 就有可能自己造成这个陷阱 他说呢 日月不同光 昼夜各有宜 中美双方求同存异 把矛盾点呢 划为合作点 他说 两百三十多年前 美国的商船 中国皇后号 哎 刚刚在王峰呢 已经讲了这故事了 中国皇后号 守防中国 一百五十年前呢 数以万计的 中国工人同美国人民 一起铺设美国太平洋铁路 其实讲一起铺设呢 那个稍微的稍微的这个太美化了 在当时中国人去做奴工的 说做最基层 最辛苦 尤其当他到了到了这个 就是说呢 西雅图 西雅图旧金山这些地方 有多少中国第一代的 这个移民的工人 葬身池的此处 好 他说呢 我们也不会忘记 七十年前 数以千计的美国将士 为中国献出宝贵的生命 习近平在西雅图的 这一次的访问 做了非常多 很特别的铺排 玉琛怎么看 这个希腊的一个 伟大的史学家呢 他在研究 希腊的历史的时候 他发现 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规律 这个规律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大国 他面对一个新兴的大国 在崛起的时候 这两个大国之间 都会相互的对抗 然后会爆发很多的战争 例如说 原来的雅典 在希腊是一个大国 但是当斯巴达在崛起的时候 那么就会爆发了 雅典跟斯巴达之间的战争 当然 我如果是希腊 我如果是雅典 我就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他就 雅典就想办法要 雅治 斯巴达 那像波斯 原来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 可是当雅典 就是希腊 成为一个更大 一个崛起的大国的时候 波斯他就要发动这样的一个战争 来想办法把这个希腊 把他压下来 所以我们就爆发了 后面我们所知道的很多伟大的故事 例如说 马拉松的这个故事 因为他们当时 就在马拉松平原这个地方 波斯的大军进入马拉松平原 在马拉松这个地方 跟雅典的军队产生决战 而波斯的大军被雅典的军队击败 逃亡跑进海上船中 那来不及跑的 全部都死了 所以这个时候 马拉松这个地方有个战事 一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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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了四十公里 跑回雅典 要去报捷报 说我们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这个时候他就 讲完了以后就死了 后来大家就为了纪念 这个马拉松 其实是马拉松平原 然后从此以后 就有这么一个比赛 就叫做马拉松比赛 好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很有名的就是 斯巴达的三百战事 这就是斯巴达的国王 要在一个爱口中 抵挡这个波斯的大军 然后最后整个军队 然后都被歼灭 这样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 好这样的一个很多的案例 就是修西底德 这个伟大的史学家 他在研究的时候所发现的 所以在欧美人 他们都很熟悉这个故事 就是我们所谓的 在政治学里面 就把它发展成为 叫做修西底德陷阱 意思也就是说 一个大国面对一个 崛起的大国的时候 终究一战 这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大家都在说 中美终究一战 你看你当初听到 就是中美终究一战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讲的就是这个故事说 因为美国现在是 现在是第一个大国 可是中国在崛起了 所以美国一定要想办法 把中国压下来 所以中美终究一战 习近平就在告诉美国人 告诉保生顿 也告诉美国人说 这不是一个定理 可是这个定理有道理啊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态度 就是这样啊 是 所以他就想办法 要化解这个定理说 这个陷阱 我们不见得要往里面跳 因为他不是机械化 也就是说他不必然会发生 好 这件事情我要问王峰 因为王峰上来在灌输我一种观念 中美中央一战 是吗 事实上中美两国是存在着竞争的关系 那如果讲到这一点的话 我发现这个习主席这一次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啊 甚至于他的这一个间谍飞机啊 还是在中国的这个沿海附近 甚至于跟中国的这个 轰迁 这个迁轰期啊 发生几乎非常近的这种 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个 飞行员都可以看到彼此的一个状况 那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啊 这个中美之间啊 你如果这么近了来窥探我的话 那习主席是不是也可以抛出一个讯息说 你既然来窥探我 那我可不可以来窥探你呢 你你可以来试探我的情报 那我可不可以来试探你的情报呢 那这一点的话 我认为呢 美国如果以自己礼上往来 或者甚至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 他应该有所节制 应该有所节制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法国 法国有一款这个在1970年呢 开始使用凡尔曼侦察机 法国使用凡尔曼侦察机 是在1910年 可是呢凡尔曼侦察机 大家看一下 我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照片 他是一面开飞机 他这个飞机是双翼的飞机 他比较特殊的地方 这个驾驶员 一方面要驾驶飞机 一方面要拍照 一方面要照相机拍照 所以他这个侦察机的驾驶员 非常辛苦的 那一面拍照 一面要开飞机 那尤其是双翼的飞机 可是呢 在1914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战争 就是马恩和战争当中啊 这一款的侦察机啊 发挥他的妙用 就是说啊 在一个漫长的战线上 他的左翼啊 到处都是军队 可是他的右翼 就是他的右线啊 竟然没有军队 所以法国就用这一款的侦察机 发现了德国的军队 这样部署上的一个缺点 所以呢 他们就去打 就去打这一个 德国的这个右翼啊 就因为他右翼没有人嘛 所以呢 法国就在马恩和第一次的战争当中获胜了 我为什么要举这一个战争 用法国用侦察机